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上帝粒子的專家 江焕榮博士 歡迎收看全民最大檔 全民做老闆 好 我們看一下新聞站 今天是禮拜三 收看出來了 剛才有老闆 我有 沒想到整型外科醫師劈腿 他還帶小模上酒店 天啊 我看 這個整型外科醫師真的劈腿 而且真的帶小模上酒店 我看 我看 這個整型外科醫師竟然劈 竟然劈 有 這是上一期的 我告訴你 這一期已經有最新消息了 我看 我看 下面有根深騎士 哪裡 他說這個90萬科醫師 好啦 好像 蛤 好像 好像 阿姨 不要管把話好像 周刊說他有劈腿 就是劈腿 周刊說他有帶小模上酒店 就是有帶小模上酒店 反正周刊說什麼就是什麼 他就是個花心劈腿男 這種人我們 最不像 喂 奇怪 有根正其事 還是可以看 至少還是有辦法 這診所外科醫師 帶護士上酒店 他是帶護士上酒店 不是小模啊 我覺得主持人 要不要不要再耽誤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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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上帝粒子的舞蹈 全宇宙 可能全地球 只有我會跳 今天我要當主持人 我要邊跳 還要邊做 邊做討論的主題 我告訴大家主題好了 就是 星期三 一出刊 那麼大家 新聞檢調 都對一去 一的是一週刊的一 妳說奇怪不奇怪 其實我剛剛上帝的舞蹈 我還可以邊唱邊跳 老師再來音樂好了 妳要不要去開一個舞蹈的節目 星期三 一出刊 大家都在吹哩蛋 新聞檢調 都隨意去 妳說奇怪不奇怪 好 謝謝 我們趕快來介紹 介紹上帝粒子的專家 特別來賓 特別來賓 第一位 我在想 他 到現在不能爆料 應該是受到上帝粒子 太陽這個黑洞的關係 他爆不出料來 資深名嘴 胡中信 還有小喇叭手 現場明明沒有小喇叭手 他非要講小喇叭手 他是不是一個破坑的專家 我只想講一點 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政論民主 我是政論的民家 我跟春秋戰國時代的公孫隆會動 也就是會師 會子 這些屬於是同流的 我是民家 understand thank you 好 謝謝 接下來介紹的是 民進黨的花言人 陳其邁先生 大家好 我就是陳平進黨的花言人陳其邁 英格的信念七百千 今天要跟各位講一個鐵真真的事實 就是國內的檢調單位 比不過一本破雜誌 比不過一本破週刊 到底是怎樣 待會兒再跟大家聊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要介紹的 這個應該也是上帝的例子 是不清雲 就是爆料的不清雲還有木瓜俠 大家好 我就是幼鮑林 又爆料 每個禮拜呢 都會爆爆的木瓜俠 大家好 我就是講話絕對不會 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路見不平 不會相處的 不清雲 這麼會講是不是 還蠻會的 那麼口齒清晰 那我們來一段落口令好了 考考你好嗎 好啊 5 6 7 8 少子小子來比賽 比賽誰會包餃子 少子小子小子大 小子小子大 誰的包子好啊 誰的包子料 真的是那 each other 小子小小子 味兒實在好吃欸 皮薄掉 harp 味兒實在好吃欸 老是oshoh 我們是來爆料 不是來包餃子 真的 他今天第一天上節目有點緊張 等一下再繼續給大家爆料了 謝謝 好的 謝謝 謝謝所有 從上帝粒子派下來的嘉賓 跟大家來討論 當然今天不是討論外星人 但是也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 就是新竹 不是新竹 是星期三一出刊 就是一週刊 初刊 大家戳了 新聞檢調都對一期 一的一週刊 那你說奇怪不奇怪 所有的新聞的畫面頭條 都對一週刊裡面的內容去報了 其實我在這邊講 因為我是生物學博士 我是從小一點一滴求學 到現在的上帝粒子的博士 講到求學 我這禮拜三我最喜歡 因為都是小週末 讀半天就放學回家了 可是為什麼到現在 到了禮拜三大家會很恐懼 因為禮拜三一週刊要出刊 一週刊出刊有什麼好恐怖的 他也不是上帝粒子 也不是什麼太陽黑洞 但是他就是很恐怖 因為他一爆料 大家都不得安寧 包括名嘴要罵 檢調要查 或者官員要躲 唯恐天下不亂 怎麼會這樣 你說奇怪不奇怪 到底是不是一週刊 是不是上帝粒子 我們待會也來討論一下 我們當然要討論這位名嘴 他這個胡宗信 我一直在研究他的行為模式 他可能真的是從外太空來的 因為他一直在爆料 他真的就像上帝的粒子一樣 只是可惜現在上帝粒子 他竟然沒有爆炸 我們來問一下上帝粒子胡宗信 為什麼你到現在都沒有爆料 我想先開始的時候 我舉一個美國的盲人音樂家 Steve Wander 他曾經說過的一句話 他說我們人不能夠依據別人對你的預期 來規劃你的人生 所以我也不能夠 因為檢調對於我的預期 來規劃我要爆料的內容以及順序 檢調沒有對你的預期喔 是因為你要爆料人家要查你 我今天只是講出一個爆料出來 你憑什麼預期我 要在第一時間就要拿出資料來 所以你不能夠預期我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我是爆料歸爆料 拿出證據是歸拿出證據 這是有一個precision 這個precision是我來訂定 這個規劃是我來規劃 你不能來做我的規劃 這樣子你能夠了解 所以我相信 經過我這樣的一個說明之後 我想很多人都了解 很多人都可以知道說 我要說的是什麼 檢調如果說對於我 你講了半天你要說什麼 我要說的就是 檢調不要來預期我要說什麼 而且我最主要做的是要引蛇出動 蛇出來了 我引蛇出動也只不過是一個屁育而已 不需要在這個時候下喇叭的音樂 所以我希望你們要了解 我是有時間順序的 時間是最好的檢查者 而耐心才是最高明的指導者 這句話誰說的 是蕭邦說說的 所以我覺得檢調要有耐心 民眾也要有耐心 不要隨著 不要隨著週刊的初刊 而為之起舞 這個是不必要的 如果我們今天為了一個美麗的東西 任何的規則 都是可以破壞的 這句話誰說的 貝多芬說的 所以我們這個爆料是沒有規則的 這個procedure就是我來定 你以為你吹苦木紀念科 我就不用打你嗎 國父都已經去拍便利商店的廣告了 做什麼不能打的 莫名其妙 所以很簡單的一句話 允許失敗才會成功 這句話是誰說的 這句話是一個中研院的厭世說的 朱金虎先生 但是他不是太有嗎 很多人我講出來 你們也不是太了解 所以我講這句話也沒有用 所以允許失敗嗎 或許我前面這一段是失敗的 但是後面我拿出證據來 我就成功了 你給我下去 謝謝大家 好的 謝謝 他的講話越來越像是上帝粒子 因為大家都爆料都要跟著他走 就好像以他自己為中心 就好像太陽是宇宙的中心 那麼太陽也曾經爆炸過 爆炸之後的瞬間 所有粒子都沒有質量 但是神奇的希格斯粒子 跟其他粒子交互作用產生了物質 進而這個粒子都組合了物質 進而建構了宇宙 這可能就是浮衝性 我們待會再來討論外星人的奧秘 我們進廣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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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